聖鳳雅旁的兩位警察伯伯 他們兩位警察就去出巡 探討民間疾苦 所以當一間房子的小孩看伯伯說沒有人吃 就去聖鳳雅旁說 就叫人去送米 送給我去 所以他們應該是警察的角色 所以老師寫這個故事有想要警惕小朋友不要做壞事嗎 然後不然會被七爺八爺抓走嗎 是有這個意涵嗎 其實 你如果小孩是發白痴 七爺太害怕 去找他們收金也是不錯的 其實我們可以聽聽看七爺八爺這首歌 我們可以放下讓小朋友聽一下七爺八爺這首歌 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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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